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9月21日,星期四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我叫韩梅 今天我想给大家简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2017年7月11日发表在《华盛顿时报》上面的 是关于郭文贵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的内容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Bill Goetz 和微软的老板Bill Goetz的名字有一点像 这个Bill Goetz呢,是从1985年就开始在这个《华盛顿时报》工作了 他是《华盛顿时报》国土安全专栏的专栏作家 他同时还是美国《自由灯塔》的资深编辑 他迄今为止一共出了六本畅销书 每一本都非常的畅销 他们的名字我就不在这里列出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在网上search他的名字 就会找出来他的书的名字 因为他是长期研究美国的国土安全的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同时还是FBI和CRA他们的培训学校的课作讲师 或者课作教授 同时他还参与一些著名大学的关于国土安全的一些个课题研究的项目 我今天要讲评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在2017年7月11日发表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采访的郭文贵 他的这篇文章呢很长 有的部分呢我就给他一略而过 有的部分呢我详细的讲解一下 第一部分呢是郭文贵给他们介绍 郭文贵在中国的时候跟官方的一些个关系 以及他到了美国以后 在五月份吧就是孙立军和刘彦平到美国来跟他洽谈的一些个那个情况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说到孙立军和刘彦平到美国来找郭文贵这段的时候呢 他用的不是引号 所以呢我判断可能这就是他作者本人的了解的情况 他说刘彦平在机场的时候因为违反的那个签证的规定被FBI逮捕 这个情况我们好像我们是听说过的 从他这篇文章当中他确认这件事 但是呢在这里面他说 孙立军和刘彦平来美国期间他们威胁了郭文贵 郭文贵给跟美国官方确认他们对他实施了威胁 但是郭文贵在他的那个爆料视频当中一直都说他很仗义 他没有跟美国说他们来威胁他 虽然他可以说威胁 但是呢本文的作者确认郭文贵跟他们确认了刘彦平他们是威胁了他的 这一点跟郭文贵本人的说法是不一致的 第二部分呢是关于王岐山在美国的财产 郭文贵给美国官方提供了王岐山在美国的所有的房产 并且提出来说王岐山用他在美国的房产来放置他那些个金银珠宝 放置珠宝和文件 他建议美国去搜查他们这个这些房产一定会得到这些东西 然后可以跟中共来来这个negotiate 如果得到这些东西的话会对美国跟中国谈判很有利 这是郭文贵给美国的建议 我在昨天介绍Roger Stone被采访的那个视频当中 我把他采访的内容都翻译加了中文字幕 但是最后那个记者他说的那一段关于中国间谍的那一段很长 那个我就给他概括了一下 我没有逐字的给他翻译 有的网友还说为什么那一段没有翻译 你好像是有阴谋什么的 不是 我就想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说一说关于间谍的这个问题 因为那天的一个记者他在手机里面他找出来的那个那一段那个文章 也是7月11号我现在要讲解的这篇文章 现在我就讲解郭文贵在接受7月11号或者在7月11号之前 这个文章是7月11号发表的他在7月11号这篇文章中他给这个美国记者美国媒体提供了哪些信息 关于这个间谍的问题 关于这个间谍的问题 信息量很大 对不起我也记不住 我只 我会照着 我会照着念 我不是照着念 我都会refer to 这个这篇文章本身 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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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2年以及之前的50年当中 中国派往美国的间谍一共有一万到两万人 这些人呢在2012年之前他们主要是处在一个防守的状态 他们的任务当时就是研究美国 光贵说2012年之后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个间谍进入了进攻状态 光贵还强调说我说的进攻状态意思就是说毁灭美国 光贵说2012年之前中国在美国部署间谍的经费是每年6亿美元 600个Million是6亿吧6亿美元 2012年习近平上台已始 这个间谍的数量往美国增派间谍5000名 就包括学生包括工作人员包括签证包括访课 同时呢还在美国本土发展间谍 一共发展了15000到18000人 现在中国在这个美国这个间谍的费用一年是30亿到40亿美金一年 这是光文贵说的 光文贵说你们美国的问题是你们不知道这些信息 你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派的怎么管理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统统不知道 光文贵还说你们美国人看待这个间谍问题 你们是用一个合法的眼光 你们是用合法的眼光来看的 可是中国政府对待这个间谍问题 他们是用的方法是你们永远都想不到的 他说在美国这些人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你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在你们的酒杯里面下毒 他们完全是无情无义非常狠毒 光文贵说了接受了这个采访之后呢 他们这个媒体向FBI的发言人求证没有得到回复 他们也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求证也没有得到回复 关于这些间谍在美国都干什么 光文贵是这样向他们透露的 光文贵说首先他们的任务是获取军事武器的科技信息 他们的第二项任务就是收买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他们的第三项任务就是收买美国政府高官以及那些富豪的家人 目的是在美国得到生意的机会 第四这些间谍的任务是攻击美国的网络系统 光文贵说他们已经成功的进入了美国政府那些武器供应商的系统 他说他们这些个攻击的规模是你们美国人永远都想不到的 他说 他说马建告诉他 中国部署和在美国发展间谍不仅限于华裔 不仅限于亚裔 还向其他的族裔扩散 郭文贵说 这些间谍系统是你们美国最大的危险 而且你们越来越危险 他说你们美国有最好的武器 中国这些间谍就像一些病毒一样 寝入到你们美国的血液当中 你们美国已经开始流血了 早早晚晚你们的血会流完 郭文贵说 你们美国的间谍系统 间谍手段是利用科技手段 而中国政府用的是都是活生生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 他还给他们透露 中国还勾结北朝鲜和伊朗 来破坏美国 他说 绅士和恶棍打架 最后赢的一定是恶棍 因为绅士是文明的 而恶棍则不择手段 这个记者在这篇文章里面说 这不是郭文贵的话了 是记者的话 记者说 郭文贵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 无异于是大风吹来的 对我们非常有用 是白来的 是郭文贵自己送上门来的 他说比如说 郭文贵说他经常去北朝鲜 他跟北朝鲜 金正恩家族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熟 所有的中国和北朝鲜之间的那些生意往来 实际上都是高官的家庭成员在做生意 郭文贵说 郭文贵说 你们美国指望中国来帮助你们对付北朝鲜 你们简直是做梦 记者就说 郭文贵提供的这些个信息 对美国来说非常非常的有用 这篇文章的最后是郭文贵对美国说的 他认为中国政府就是一个黑社会 详细内容 这一段我就不说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英文好的朋友也可以去找出来自己去看一下 那我今天的解说呢就到这里 我个人觉得郭文贵 所以他反腐爆贪官的料 甭管是他有没有真料有多少水分有没有证据 我觉得那些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他把这些个间谍系统的部署啊什么的这些都透露给美国人 我觉得这就是卖国了 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自己去分析吧 好这个话题我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